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加入了民眾黨就是希望能夠幫他們 把他們的政黨不要跟習次最大化 要看這個行政院長是誰才能決定你要不要入閣 所以那如果是國民黨的話就確定不會進去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真的還是都太遙遠了 我覺得路一步一步走 那有很多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們現在先努力先做 那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對我來講 兩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個是促成藍綠兩黨 在國會裡面都不會過敗 那第二個是我希望未來有機會 能夠讓柯主席出面來領導一個用人為財 來跨越黨派的聯合政府 我覺得時代力量他們選擇他們的 現在時代力量的領導階層選擇他們的政治路線 那我也祝福他們 那希望他們目前所採取的政治路線 那能夠繼續的去珍惜選民的支持 那對於離開我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珍惜過去曾經一起共同有的努力 那我不會說任何負面的話 就彼此祝福 對於任何負面的話 但是請問到你 他會找到魅力